再来看到是天气方面的讯息了 不只是台湾之雨啊 下得没完没了 封面影响 香港天文台昨天傍晚五点半 发出全港今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 晚间7点30分更升级成为黄色暴雨警告 许多地区时雨量都突破30毫米 而且暴雨一口气就下了两个多小时 也造成了街道成了河道 车子硬生生是变成了泡水车 雨势还持续到了深夜才逐渐缓和下来 但也许是这雨太大了 担心被凌晨落汤机 仅仅晚上九点的时候 香港上水捷运站 一名紧紧身穿肉色内在美 手提环保袋的女子走进了车厢 那么想当然全车厢乘客都对她行注目了 不过女子她倒是神态自若 照片PO网也引发讨论